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元宵节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今天我们准备去一家 LA 地标型的一条路 买首街 叫Melrose Avenue 那我们现在在去的路上 2020年呢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年份 因为它庚子年嘛 在风水上说 因为今年可能会比较多的事情 那的确是比较多的事情 虽然我也没有很信这个 但是朋友跟我说 让大家还是多注意一点 然后今年武汉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现在也是每次看到一些新闻 也让人非常难受 希望这支视频能够在大家悲伤的同时 能够分散一下大家的出益力 今天LA的天气非常好 那化一个妆 准备出去逛网街 给大家看一下外面 那从今天起呢 我们就准备在洛杉矶这边定居了 那洛杉矶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 就是这边的车开得非常非常快 而且就是高风期的时候也非常的多 因为大城市啊 不可以理解 洛杉矶让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气候表 十一 还有我最爱的棕榈树 就是街上到处都有棕榈树 因为它的气候表是俄棕榈树的生长 所以大街小巷啊 可能家家伙们很恐怖的都会看得到 所有的气候都在 因为这是LA downtown了 我们就要往那边走了 现在还在高速上堵着 这里一别人 都不得了 相约伴得到 一边的小巷 一边不祝盖 一边的永远 我们现在到达这家买首店了 叫Matsfield 还挺多人的 然后这边有这个 这样子的建筑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我们在这边 这款包包还挺麻烦的 价格原价是两千吧 嘎嘎嘎嘎 上齐了 胖子 撈了撈子 好吃吗 然后这份是炒鸡糕,这个是开骨焖面,这个是葱油粉,我们尝一口鸡,嗯,好浓啊。 现在在回去的路上,Dontown的晚上很漂亮,今天的月亮又大又圆又亮的。 今天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就回去啦。 5个月